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黄正俊长老 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 《名副其实》的主恩堂 我来主恩堂将近半个世纪 如今要离开,心里感触很多 我一时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既然答应了神保罗牧师的要求 我在这里就挑两段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成年往事 来说明我们的教会之称为主恩堂 确实是名副其实 这样,我除了交作业也算是替教会留下一些值得保存 但已经快要失传的珍贵历史记忆 我和碧辉 1970年年初来主恩堂的时候 教会在East Orange的Springdale Avenue 一间小小的普通住家里面聚会 直到1970年的年底才搬到East Orange的一间美国教堂 叫做Church at the Close Road 当时我们的教会刚刚成立不久 教会的前身是叫东菊城茶经团庆 East Orange Bible Study Fellowship 教会的中文名称虽然是主恩堂 但是以英文名称却叫做Chinese Assembly of God 一直到1971年才正式改名为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New Jersey 当年主恩堂的组织很简单 既没有长老也没有懂职事 就只有一个同工会 所以大小事情都是由同工会决定 参加教会不久 我们就发现同工会当中有一项有关教会路线的争议 这项争议的中心问题是 到底主恩堂应该是一个普世宣教的拆会呢? 还是应该是一个服务当地的地方教会? 当时教会的牧者杨摩西传道 把主恩堂定位为一个宣教拆会的母会 因此他在New Jersey 跟New York 两周 同时有三间教会都是由他自己一个人在牧会 所以常常有固持私逼的状况发生 而另外一方面主恩堂多数同工 则认定主恩堂是一个地方教会 所以需要一个全时间的祝堂牧师 来带领教会传呼音和训练免徒 因为意见不合 教会在1973年中经历了第一次的分裂 结果有二十几个会友跟着洋传道离开主恩堂 到附近的West Orange 另外成立一间教会 这件事虽然当时伤害了会友间的感情 但是后来却给教会一个更明确的工作方向 和一个全新的组织架构 圣经教会章程的初稿就是这样才开始的 不但如此 1973到1975这段时间 因为教会没有牧者 弟兄姊妹们自然有一种危机意识 使大家更愿意接受装备来服侍主 先后有Campus Crusade的牧师 来教导我们实地地去做电话联络 和登门探访的个人步道训练 后来又有纽约群粮团契的弟兄们 来与我们一起同工 为我们加油打气 因此1973到1975这年间 虽然教会没有正式的牧者 我们的会友在职与量两方面 都很明显地持续有增长 之后的1976到1978年间 我们不但有了自己的牧师 还成立了英文崇拜 又主动到附近大学校园 去辅导校园的中文查经班 当时好像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动了起来 给人一种教会欣欣向荣 真理正在进行的感觉 当时主与我们同在是那么的真实 他的恩典确实够我们用 主恩堂名副其实 这是第一个例子 之后 主恩堂的快速增长 很明显地与我们 在同一个屋顶下的黄东 跟美国教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那时候我们的黄东教会 美国教会已经日渐衰微 他们的会友老化的老化 凋零的凋零 搬家的搬家 他们的牧师Pastor George 一直要求我们主恩堂捐款 帮助修理教堂 后来甚至要求我们 与他们合作成为一个伙伴的关系 Partnership 针对他们的高压劝说 我们更加迫切地寻求神的旨意 大家祷告后决定我们不放弃 我们的梦想就是 这个梦想就是有一天 我们的主恩堂要拥有自己的教堂 于是1979年年初 我们决定尽快搬家 离开美国教会 因为当时主恩堂的财力有限 我们就急忙从进道园 适处去寻找 看看能不能买到一间编宜的教堂 或者一间能被改造成为教堂的学校 最后我们终于买到了 在Pinebrook的一间晦气不用的小学 叫Etta Connor Elementary School 当时我们在公开竞标中 以十万五千元得标 只好这个已经是用尽了 当时所有的建堂基金 没有想到在八年以后 我们买的这块地的地价 竟然标高到八十多万 于是我们才有能力 在1987年 买下现金 Parsipini的Grange 这块地皮 并且靠着会由自己设计 自己监工 在这块地上新建了现金 这么美丽又实用的教堂 回想起来 这一切一切都是主奇妙的带领 主恩堂名副其实 这是第二例 上面两个例子见证了 主恩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会 经验告诉我们 每当教会有难处的时候 主就会特别彰显出来他的恩典 他不但为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 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而且至终也为我们带来属灵的护心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这个道理在上述的第一个例子 已经很清楚的展现 其实在第二个例子也是非常的明显 因为刚搬去Pine Book的时候 未来能够早日举行现堂典礼 弟兄姊妹们自动于晚上跟周末 来轮流加班 同心协力的把学校改装成为教堂 把晦气的建筑 包括老旧的锅炉 重新使用 这就好像医治一匹死马 把脱从死里护活 这是神的作为 就好像教会得救人数的快速挣扎 也一样是神的作为 主恩浩荡 我跟碧辉有幸得亲身体验 并且有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们见证这两段历史 但愿一切感谢荣耀称赞都归于赐恩典的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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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